前幾年想到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 能夠為自己的家鄉做一些什麼的服飾 就開始在網路上回答 就是在台灣一些學英文的人 在英文學英文的過程可能碰到的困難 前兩個禮拜碰到一個人問問題 就把我給問倒了 不是說以前沒有被問倒過 只是這個問題 它這個思維的方式 跟我們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他問了 說這一句話怎麼解釋 Need a just world World has world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看了半天 我實在是看不懂是什麼意思 那你們的英文程度大概都跟我一樣差 所以我想你們大概都看不出來是什麼意思 讀了半天了 有人解答的差點沒有把我給笑死 他說你的就是我的 那下一句呢 我的還是我的 我就發現原來我的英文程度確實是很差 是不是有些時候我們讀神的話語 其實也是這樣子讀的 我們就看上帝的話語 然後照著我們的意思來揣摩 然後把神的話語都扭曲了 然後呢 就讀神的話語 就讀成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所以我們信主以後生命呢 也很難改變 也很難改變 好 我們今天要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第一節到 第十四節 第一節到第十四節 這裡說 耶穌被聖靈充滿 從約旦河回來 聖靈將他引到曠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那些日子沒有吃什麼 日子滿了 他就餓了 魔鬼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回答說 經上記者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 煞時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 對他說 這一切全柄榮華我都要給你 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 我願意給誰就給誰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這都要歸你 耶穌說 經上記者說 當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領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頂上 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從這裡跳下去 因為經上記者說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拖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對他說 經上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 就暫時離開耶穌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 我們看到這段的經文 他開頭跟末量 第一節跟第十四節 再強調一件事情 第一節說 耶穌被聖靈充滿 第十四節說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第一節說 耶穌被聖靈充滿 從約旦河回來 第十四節說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在這一段被聖靈充滿的時間 耶穌四十天在曠野 在曠野做什麼呢 聖靈把他引到曠野 在那個地方受魔鬼的試探 那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 耶穌受洗從水裡上來 聖靈降臨在他的地上 充滿他 為什麼把他帶去給魔鬼試探呢 為什麼不是就出去傳福音呢 因為 仆人 出去服侍以前 神 要給他磨練 並且在這個磨練裡面 來勝過魔鬼的試探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講到 魔鬼最後最精彩的三個試探 為什麼是最後最精彩的三個試探 因為我們知道 經文上在那邊講說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換句話說 到了最後一天 是前面四十天 並不是主耶穌在那邊預備 在那邊等候 前面那四十天 魔鬼是不斷地在試探他 那四十天在曠野 主耶穌不是在那邊等候魔鬼的試探 而是在那一天 那一邊 每天要面對魔鬼的試探 那 最後一天 因為神定規 他在曠野四十天 魔鬼也知道 他在那裡就是四十天 到了最後 肯定 是要把最精彩的 肯定 是要把最困難勝過的 肯定 是要把最tricky 最巧妙的 拿出來試探耶穌 畢竟四十天的禁食 也是身體最軟弱的時候 四十天的禁食 也是我們意志力最軟弱的時候 所以魔鬼在那個時候 開始來試探耶穌 台湾話有一句話 叫做 好久沉瓮底 意思就是 那樣的酒 最好的那一部分一般 是沉在這個瓮的底下 所以你喝到最後 你越喝是越沉 越喝是越香 那是在描述 就是說好戲在後頭 好戲在後頭 那耶穌面對的試探 魔鬼所謂的 他預備的 最精彩的好戲 就在最後面 所以路加就記載了 最後的這三項 路加的記載 馬太跟馬太的記載 在次序上 稍微有點不同 就是第二項跟第三項 把它對調過來 這個是路加有他的目的 來讓我們看到一個次序 好 我們看到他的第一個試探 是什麼呢 因為 耶穌肚子餓了 聖經上說 那些日子沒有吃什麼 日子滿了 他就餓了 魔鬼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塊石頭 變成食物 耶穌回答說 經上記者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 所出的一切話 第一個試探 是要我們開始懷疑 神真的是眷顧我嗎 神真的是愛我嗎 顧念我嗎 神真的在乎我嗎 撒旦最厲害的試探 其實不是用直接否定的方式 而是用問句的方式 讓你在好像一個很合理的思維裡面 就達到一個否定的結論 神在乎你的需要嗎 如果真的在乎你的需要 為什麼把你帶到曠野 四十天不給你吃 不給你喝 不要你吃 不要你喝 四十天在那個地方 不供應你 如果神真的在乎你 如果神真的眷顧你 難道他看不見你的需要嗎 如果他看得見你的需要 那他還是不供應你 那你的結論是什麼呢 那當然是他不在乎你了 所以撒旦就是用這一種的方式 來挑釁耶穌 你不是神的兒子嗎 你不是神的兒子嗎 你在約旦河受洗上來的時候 天不是開來的時候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悦的 你們要聽他的 不是嗎 怎麼 他現在知道你的需要 卻不供應你 所以撒旦的試探就是 什麼樣的神會讓你愛餓呢 他真是一位慈愛眷顧的神嗎 他還不像話了 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 你覺得難受 你覺得軟弱 他還要堅持 你一定要去做 你要堅持下去 他不在乎你的需要 你肚子餓 你需要一個工作 你需要有愛 你需要被關心 但是他把你放在那個地方 孤孤單單的 他像什麼神呢 他在乎你的渴慕嗎 你心裡有一種很深的渴慕 難道他不知道嗎 他肯定知道的 他知道他為什麼不來滿足你的渴慕 所以這個神不值得敬拜 他根本不在乎你 他在高天之上 他忙得很 他忙更重要的事情 你是一個為不足道的人 就算你是神的兒子 你受洗歸入基督的名下 你今天是個基督徒 你稱他為主 他根本不甩你 接著呢 反正你有錢 你要怎麼花 跟神有什麼關係 你自己就快快樂樂的 過你的好日子吧 你反正是神的兒子 你能夠吩咐這個石頭 變成麵包 可以的 可以的 跟上帝有什麼關係 他根本不在乎你 你就自求多福吧 這是第一個試探 今天多少的基督徒 我們都要面對這樣子的試探 不是嗎 你是神的兒子嗎 你是神的孩子嗎 神愛你嗎 證明給我看 證明給我看 讓我看看這位豐富的神 給了你什麼 你住的是什麼樣的房子 我看看 你吃的是什麼餐館 我看看 你穿的是什麼衣服 我看看 你開的是什麼車子 我看看 如果這位神真的在乎你 愛你 為什麼 讓你常常 覺得你的丈夫不關心你 你的妻子 不理解你的辛苦 為什麼在婚姻裡面 讓你好像孤孤單單的 他不改變這個現況 如果這位神真的愛你 為什麼 你到現在這個工作還沒有著落 如果神真的愛你 為什麼在這個工作上 你這麼辛苦 神不把你找一個 離家裡近一點的工作 或者工資高一點的工作 或者是容易相處一點的工作 這一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但是撒旦會利用這些客觀存在的事實 來挑戰我們的思維 來扭曲我們對神的認識 要我們去證明 如果我們對神不認識 如果我們對神的信心不夠 如果我們對神的追尋 其實只是要從神那邊 得到一些生活上的好處 而不明白這一位掌握宇宙萬物 這一位掌握我們生命的神 在我們身上有一個尊貴榮耀的計畫 我們很容易就陷入這樣子的試探裡面 我們在難處裡面 甚至在豐富裡面 我們都會覺得 神其實並不是真的在乎我們 可是 主耶穌回答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主耶穌回答這一句話的背景 在於生命記第八章第二節到第三節 主耶穌三個回答都是出於生命記 跟旧約聖經裡面還有詩篇 但是都有生命記的背景 第一個回答是來自於生命記 八章二十三節那裡說 神對以色列人講 或者摩西 神借著摩西對以色列人說 你也要紀念耶和華 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 是要苦練你 試驗你 要知道你內心如何 肯守他的誡命不肯 他苦練你 任你飢餓 將你和你列祖 所不認識的馬那 賜給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華口裡 所出的一切話 什麼意思呢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節到三十三節那裡 解釋給我們明白 他說不要憂慮說 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 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他知道的 他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义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的 這些東西就是指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因為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都是叫我們一方面 能夠經歷神的恩典 享受神的祝福 並且能夠因此得著氣力 去做神要我們所做的事情 若是我們不先求神的國和他的义 那我們吃什麼 喝什麼穿什麼 就沒有太大的意義 一個人他一生的目的 如果只是在於我要吃什麼 才算不需此生 我要喝什麼 才算不需此生 我要穿什麼 才算不需此生 我們是不是在網路上 會常常看到這一類的文章 世界上十個 你今生必須要去看的地方 是不是 然後我們就開始存錢 存了幾千塊錢 終於能夠去看一個地方 然後回來再積錢 為的就是說 在我死之前 能夠向這個世界宣告 十個地方我都去過了 我贏了 我贏了 你只去了八個地方 是我 如果人一生 就是只為了我吃過那個東西 你知道那個東西 是以前 只有做皇帝的人才能吃得到的 我吃過了 我贏了 你沒吃到 你輸了 人一生如果是這樣子活 就是 擔心 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撒旦就是要我們從 從這個方面來考量 來衡量 我們 是不是 活的 值得 值得什麼 值得去信賴這一位神 也就是說 一個認識神的人 他不是這樣看自己的生命 吃什麼 穿什麼 喝什麼 神都會預備 這些都是其次的 甚至有些時候 神把這些都拿開 為了考驗我們 磨練我們 磨練我們 還是為了我們的好處 磨練我們是為了叫我們 認識我們自己的信心 認識我們自己的信心 有多少的真實 有多少的虚假 操練過禁食的人 一定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 第一個星期 如果說你每個星期 有一個晚上禁食 你就會發現 第一個星期的時候 容易很多 哇 聽聖詩啊 讀聖經啊 祷告啊 然後覺得很有成就感 第二個星期呢 就感覺到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呢還是一樣 聽聖詩 但是味道就不如第一個星期了 第三個星期呢 又有一點不一樣 第四個星期 第五個星期 再繼續操作下去 你就會發現 逐漸的你下班的時候 心情就不好 因為你想到 辛苦的一天 回到家 沒東西可以吃 不是沒有東西可以吃 而是你已經講好 跟大家又宣布了說 我要禁食 所以那個時候 詩歌也聽不下去了 聖經也讀不下去了 脾氣也不好 突然之間那種 致意 我禁食了 你們吵我 我在禁食你看不見了 還不對我好一點 開始就發現 我們的行為模式 有一點改變 你如果沒有操練過的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神藉著這些的操練 有時候把我們的工作拿開 甚至有些時候把我們的健康拿開 有些時候把一些比較普通的東西 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拿開 看看我們把這些剝開以後 我們的信心到底有幾分的真實 有幾分的虚假 所以主耶穌說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好叫我們知道 怎麼樣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都持守我們的信心 所以一個得勝的基督徒 要像保羅一樣 他在菲律比教會 說這一段話的時候 他自己被關在牢裡面 關在地牢裡面 是陰屍的地方 是孤獨的地方 是黑暗的地方 是寒冷的地方 在一個非常痛苦的環境裡面 這一位被神拯救 而將自己獻給神 為神受了許多的苦 到最後卻被關在牢裡面 來受這樣子的折磨 並且在監牢的外面 還有很多人批評他 說他坐牢是應該 因為是神在懲罰他 面對外在內在的這種折磨底下保羅 怎麼說呢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 哪個話呢 他前面那一節說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 他說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 我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知道怎樣處悲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 或有餘 或缺乏 誰是誰在 我都得了秘訣 神為的是要試煉我們 就是叫我們能夠明白說 我們所承擔的使命 是何等的尊貴跟榮耀 撒旦來試煉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面對一個挑戰 好像一個天平 一邊是神交給我們的使命 跟我們生命的價值 另外一邊是撒旦要給我們的東西 給我們吃的喝的穿的 因為我們有能力 就像耶穌有能力把石頭變成食物一樣 我們今天有錢 我們要怎麼花就怎麼花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要怎麼花就怎麼花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也可以把石頭變成麵包 你有沒有想到過 因為你有錢 你有錢 那當撒旦來挑釁我們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撒旦的挑釁 是直接向我們生命的價值來挑釁 最近這些年有機會到 東方的一個古老國家去 那今年去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因為以前去一般住在弟兄姊妹家裡 這一次去呢 因為那個國家對我們的信仰 不是太友善 所以為了避免給弟兄姊妹帶來麻煩 我就住在酒店裡面 那現在有很多商務酒店 比較便宜 但是很方便 很方便 那我就發現 以前沒有碰到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 每天晚上我一回到我的房間 我就一開門一進去 底下就有幾張的圖片 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 還有電話 打電話服務就來 每天晚上都會有 甚至有時候晚上會接到電話 先生你需要服務嗎 那起先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一般的現象 可是當我去到不同的城市 都碰到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開始思想 我就發現這個地方的人 生活在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突然變得非常富有 尤其是城市裡面 非常的富有 但是在這個富裕裡面 錢花到哪裡去呢 還不是吃 喝 玩 樂 因為 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 所以能享受 現在就享受 而且這個生活的這種 人生的這種的觀念呢 就是 你一生什麼叫做值得呢 就是享受最多的人最贏 什麼樣子的人最幸福 就是他吃得最好 吃得最多 穿得最好 用得最多 最好 這樣子的觀念 卻溶罩了整個地方 以至於到一個地步 人的享受 不只是在吃喝玩樂 逐漸地就升華到吃喝嫖毒 以至於呢 不管到哪裡去 這一種的嫖 是生活的一部分 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才會在 不管到哪一個酒店去 他都有那種的廣告 因為有供給 有需求 就是供給嘛 學經濟的就知道 之所以有一個市場價格 就是因為有供給 有需求 那有需求 供給量就會增加 就是這樣子 那我就想到一個問題 我就想到什麼問題呢 我憑什麼拒絕 我憑什麼拒絕 因為我這個人很喜歡思想 我喜歡分析一些事情 雖然我第一個反應 就是說不用 但是我坐下來我會想 我做這個決定 我是在衡量什麼 那大概是一個學經濟的人 很難脫離的一種思維方式 我就在分析 我到底在做一個怎麼樣子的決定 同時也因為最近在讀一本書 我們跟弟兄們在討論 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一生 所以很自然的就開始在那邊想 我越想越覺得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就想到說 我其實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是在衡量我這一生 為什麼 因為只要一次的失敗 過去幾十年做的事情 跟以後所要做的事情 就垮 就垮了 只有一次的失敗 如果有一天 我還站在講台上在講 那底下坐著一個 知道我曾經失敗過的人 他還有可能信耶穌嗎 他如果看著台上這個人 然後明白說 其實他講的那一套 他根本不相信 因為他很容易出賣他那一套 那我們所傳的道 還有人聽嗎 很多的時候 撒旦的試探來到我們中間的時候 我們所需要思想的 就是這一點 就是我們這一生所追求的 是什麼 是什麼 真正受試探的 是我們的價值觀 因為服侍神的人 考量必然有所不同 我們的工作 是尊貴的 是榮耀的嗎 還是我們白天做工 晚上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如果我們工作是尊貴的 是榮耀的 不是白天做工 晚上就可以吃喝嫖毒的 那我們的工作多少的價值 就看我們願意為什麼 而出賣他 如果我們的工作是尊貴是榮耀的 就沒有什麼能夠叫我們出賣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使命 我們人生的價值 同樣的 你的家庭有多少價值 不只是在於你願意為他 付上什麼代價 更是在於你願意為什麼 而出賣他 我們當初教經濟的時候 在教授中間 流傳了這一句笑話 我們是經濟學家 只要價格是對的 我們什麼都可以賣 只要是價格是對的 我們什麼都可以賣 那其實 經濟學也不是這麼膚淺 也不是這麼膚淺 但是卻是非常的一針見血 你願意為什麼代價 而去犧牲 就是講明了 我們看我們的工作的價值 我們看我們的家庭的價值 而我們的信仰也是一樣 撒旦魔鬼厲害 就在這裡 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表面上看起來 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你有需要嗎 你有需要嗎 你又有錢 你有需要 所以你好像有一個合理的要求 你有錢 所以你有一個合理的方式 那你又有需要 你又有能力 能夠滿足這個需要 為什麼不去做 在這個中間的差別 就是我做了以後 我的生命 我的家庭 我的信仰 我的事業 是不是就毀了 是不是就毀了 是啊 對主耶穌來講 他來 是為了成就神的旨意 他在旷野四十天 最後一天 他還沒有出去傳道的時候 就聽從撒旦的話 那他以後的事情 都不用做了 就不用做了 因為他已經失敗了 已經沒有順從神的旨意了 已經失敗了 所以撒旦的試煉 撒旦的試探 是非常的薩頭 非常的微妙 但是非常的可怕 他接下來 因為失敗了 所以他接下來 試探主耶穌第二次 就是要以掌控全力為手段 他要否定神的方法 你可以用更有效的方法 神的方法太苦了 太困難了 神的方法太不合理了 我的方法才是又快又好 這是撒旦的offer 撒旦所提供的 如果我們不認為 神同意我們的需要 我們對神的信任 就立刻打折扣 如果我們覺得 神根本不明白我的委屈 如果我們覺得 神根本不明白我的感受 不在乎我的渴慕 神根本不理我 或者不在乎我 那我們下一步 就很容易在這個試探上跌倒 撒旦就会說 那我給你一個辦法 你參考看看 你參考看看 所以接下來 撒旦就進一步 影射神的方法 不適合我們的現實情況 而提議跟我們交換 我現在就給你全柄 讓你想做什麼 就可以做什麼 我現在就可以幫你辦好這個事情 只要你肯送紅包 我現在就可以幫你辦好這個事情 只要你不要跟人家講你的信仰 我現在就可以幫你辦好這件事情 如果你這樣你那樣 一旦我們采用撒旦的方法 我們就捨棄了上帝的方法 在這一種的方法裡面 我們其實所尋求的 是一個歷史的享受 歷史的成就感 神對他的仆人 主耶穌基督說 你要得著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你必須先順服 降悲 受苦 甚至舍命 這是十字架的道路 是一條不容易的道路 我們都知道 我們也都承認 撒旦就比較合我們的心意 撒旦對神的仆人 主耶穌基督說 此時此地 只要你拜我 我就賜你權柄榮耀 我就賜你權柄榮耀 很簡單 只要你現在拜我 我就給你足夠的權柄 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可以掌管列國 就是歷史的享受 撒旦對我們的試探也是類似 神說要寬恕 撒旦說 報復給他好看 神說要忍耐 撒旦說放棄吧 搞什麼 神說要順服 撒旦說造反有理啊 其哄啊 神說要彼此相愛 撒旦說 他好你就吃虧啊 你為什麼要吃虧 你為什麼要看得他好 神說要多給出去 撒旦說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撒旦講的話 都好像很合我們的心意的 他很厲害的 不是嗎 反之就襯托出來 很多的時候 神講的話好像很不實際 很不實際 為什麼那麼麻煩 還要受苦 還要受難 還要進入死亡 萬一出了差錯怎麼辦 萬一差了出錯 沒辦法從死亡裡面出來 那不是就一了八了 就沒了嗎 撒旦常常用這些的 問句來挑戰我們 你要為神擺上 你奉獻 你相信神會公益 萬一他不公益了呢 你為神擺上 萬一神不理你了呢 神那個太困難了 那個要五年 那個要十年 你現在就可以做成了 所以撒旦的挑戰就是要我們 認為神的方法就是不好 所以我們聖經就不讀了 我們覺得聖經呢 都是對牧師講的 對長老講的 對別人講的 那我有需要的時候 我來翻一翻參考參考 然後我來選我喜歡的經文 我最喜歡的經文就是 應當一無掛律 哇真好 真好 可是呢 讀完了以後又開始憂愁 然後我們就埋怨神啊 你不是說要 我可以一無掛律的嗎 為什麼我這個憂愁睡不著 你總是不來幫我處理呢 我們就懷疑神 撒旦就是這樣試探我們 爵士的回答是 在生命記三 六章三大五節 以色列你要聽 要謹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之地 得以享福 人數極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你列主的神 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啊 你要聽 耶和华 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 愛耶和华 你的神 愛耶和华 你的神 主耶穌 的回答 讓我們想到 讓我們 提醒我們一件事 就是我們今天在旷野 好像旷野上面的很多的熬煉 是為了 被神 預備好 好進去那流奶與蜜之地 那豐盛之地 神已經將那豐盛的生命 賜給我們了 這是他的应许 就像神已經將那豐盛的祝福 賜給從埃及出來的以色列人 但是他們不相信 他們不肯進去 他們不肯進去領取 他們不相信這一位神 走著走著 他們就懷疑神 他們就覺得神的方法 太不好 以至於他們想回埃及去 他們想回到他們以前的樣子 他們住在埃及好像 在旷野裡面好像很懷念埃及 就完全失去了對神的信心 對於神所应許 那流奶與蜜之地 他們失去的信心 不但失去的信心 他們覺得很難 那裡面的人又高大 又兇猛 我們怎麼可能能夠去得著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要面對這個挑戰 哇 要我們勝過 最 像巨人一樣 最像巨人一樣 我們根本勝不過 卻不曉得說 主耶稣已經為我們勝過 我們就是在這 等候的這個階段 我們在這路上行走的階段 我們就是要兼顧我們自己 我們就是要信靠神 我們就是操練一個功課 其實四十年在旷野 以色列人所需要學的就是一個功課 就是信靠神 所以四十年滿了 摩西對以色列人最後的叮咛 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 愛耶和華你的神 就是我們全心的信靠他 我們講到愛一個神的時候 是將 講到愛神的時候 是將我們自己交付給他 這樣一個交付 也就是一種的信靠 可是撒旦要挑釁我們 叫我們去懷疑這個神 真是可信的嗎 真是可信的嗎 所以他第三個試探 他就說 他領耶穌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墊頂上 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從這裡跳下去 因為經上記者說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拖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所以撒旦呢 就用詩篇的話語 來挑釁耶穌 要耶穌達到一個結論 就是神的話是不可信的 神的話是不可信的 他要否定神的良善 他要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你有問題的時候 他幫不幫你忙 你生病的時候 他醫治不醫治你 你失去工作的時候 他是不是給你安排一個工作 你工作上面不順利的時候 他是不是給你安排一個更好的工作 你家庭有張力的時候 是不是他幫你解決 他改變對方 讓你日子好過一點 如果他是良善的 又有權柄的 為什麼他忍心看著你受苦不救你 這樣的神難道是可信的嗎 你看他經上的話怎麼說 撒旦很厲害 他還是用這一套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這種的解釋方式 在詩篇九十一篇 聖經上說 對不起字比較小 我念給大家聽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我要論到耶和华說 他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領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骸 或是白日飛的劍 你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間天人的毒劍 也滅 滅也不是天啊 五間滅人的毒劍 雖有千人鋪倒在你旁邊 萬人鋪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你為親眼觀看見惡人招報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破患必不臨到你 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篷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拖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你要揣在獅子和鬼蛇的身上 見他哨壮獅子和大蛇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91篇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真是充满安慰 那是神的话语 当然也带着权柄 神的话语带着权柄 那撒旦没有办法 否定神的尊贵和荣耀 他就要用一个奇妙的方式 让我们来怀疑神的良善 以至于我们认为神 我们开始怀疑神是可信的吗 他用一种方式让我们怀疑神的信实 以至于叫我们跟着怀疑神是可信的吗 他叫我们相信神必须要保证我们平安顺利 因为诗篇91篇不是说 他要保护我们 白天黑夜都要保护我们 随时随刻都要保护我们 随时随地都要保护我们 所以保护我们 平安顺利是神的责任 那撒旦没有办法否定神的尊贵跟权柄 因为神的属性是客观存在 客观存在 没有办法否定的事实 所以撒旦换了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来骗我们 叫我们不相信神的公义 他的信实 他的尊贵 他的荣耀 他的方式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失败归罪在神的身上 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叫我们想 为什么亚当夏娃会犯罪 其实是神的错 因为神在原子里面安置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 然后又不许亚当夏娃去吃 那你当初不要他们吃 你就不要放那棵树 你既然放了那棵树 那他们当然是软弱他们去吃的 所以不是亚当夏娃的罪 或者至少神也犯罪 是不是 所以要怪的话要怪神 要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犯罪都是神的错 谁叫他不拦住我们 我们杀人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把我手里的刀子拿走 所以我们就被撒旦套上一个观念 我们面对神是造反有利 造反有利 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造反有利 我们面对人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 很多人包括基督徒 一想到改革的时候 都要去革别人的命 但是耶稣跟我们讲 你要改革很好 是需要改革 但是要先革自己的命 没有人要革自己的命 都喜欢去革别人的命 因为人总是去怪罪别人 然后呢 撒旦就用这种方式 你看神不可信 神不可信 所以呢 你要这个 你不要责怪你自己 这些是神的问题 这些都是神的问题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在生命纪六章十六节十七节那里 耶稣说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马萨那样试探他 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 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和律例 那以色列人在马萨犯了什么错呢 做了什么事情呢 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 到第七节那里呢 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呢 他们口渴了 口渴了他们就争闹 那个争闹在原文里面呢 就翻成 在原文里面我们翻成争闹 但是争闹 但原文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审判的意思 以色列人就审判神 为什么摩西用这个字呢 明明以色列人在抱怨说 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都没有水喝 在抱怨 为什么摩西用审判神这个字 来描述以色列人当时的抱怨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抱怨里面 带着一个非常恶毒的意念 那个意念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办法 给我们水喝的话 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以色列人 在马萨那个地方 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那个地方 他们抱怨的本质 他们向摩西抱怨 如果这个神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给我们水喝 他也没有水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水喝 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摩西说这些人是在审判神 是在挑衅神 你没有办法 你做不到 你无能 神怎么样 神是不是就把这些以色列人都给消灭了 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审判了这些人 没有 神跟摩西想 你去召聚以色列人 然后从每一个组里面 十二个支派里面 请出他们的组长来 每个支派的领袖 请他们到前面来 然后呢 你 你们 你跟这十二个支派的组长 你们要在众人面前 走到 那个 磐石那里去 走到 那个磐石那里去 我 会站在那里等你们 然后呢 你要拿你手中的杖 敲打磐石一下 那个磐石就会流出水来 神在那个处理的方式 叫我们这些 后来看这段经文的人 非常的触动 因为 神要摩西召聚所有的以色列人 然后要摩西跟十二个组长 从 众人面前走过去 是在摆设一个法庭 是在审判 是在审判 而叫我们心里非常惊讶 非常触动的是 在这个法庭里面受审判的 不是以色列人 而是神自己 因为 神 把以色列人带出 埃及做奴隶之地 引导他们要进入那流奶雨蜜 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地 完全是恩典 完全是恩典 而在这路上 以色列人竟然反过来 控告神 说你根本没有办法 竟然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该受审判的是以色列人 可是在那里 受审判的却是神 他站在那里 本来只有神坐着人站着 但是在那一次 在法庭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 神站在那里 并且 要摩西拿他手中的杖 打那个磐石 好像惩罚一样 打那个磐石 之后我们 从保罗的书信里面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明白说 那灵磐石就是基督 保罗说 那灵磐石就是基督 神在那个时候就让我们明白过来 他百姓的罪 他承担下来 并且叫耶稣基督 承担人所应该承担的惩罚 承担了神审判的惩罚 所以那灵磐石后来 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耶稣基督 本来我们这些领受了神的恩典 却不把荣耀归给神的人 我们还处处试探神 我们还处处责备神 我们这些人是应该灭亡的 我们这些人是应该被放在 永火里面 来惩罚的 但是 神却差遣他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像那灵磐石 来承受以色列人该受的惩罚 在摩西的藏底下挨了打 神 他要满足他的公义 他必须要审判 但是他要满足他的慈爱 他就自己来承担他的审判 保护我们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为你们不知道神 为你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情 你们只看到眼前的 你们只看到口渴 你们只看到肚子饿 你只看到这个缺 你只看到这个需要 你只看到那个感受 你只看到一部分 你不明白整个的图画 你不明白神在这一件事情 或者神允许这件事情 发生他所要成就的美意 是什么 我们的理解有限 我们的认知有限 因此没有可能看到 每一件事情全被的价值 我们此时此地认为 好的不一定就真的是好的 好吃的东西不见得是对我们好 所以好吃的东西要少吃 是长辈听叮咛我们的话 是不是 多奶油的东西 多油的东西 多盐的东西 少吃 我们现在所认为不好的 也不见得就真的是不好的 他要我们信赖他 相信他所允许发生的事 都有他的美意 或许今天不能够明白 但是总有一天就是 那一天必然来到 我们会因为明白 而欢喜快乐 撒旦 不断的在试炼 在试探我们 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里面 来认识我们的神 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就像撒得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一样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对尼布贾尼撒王说 尼布贾尼撒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 你也必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急或不然 急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就算神不把我们从窑里面 烈火里面救出来 我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因为我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 弟兄姊妹 撒旦到今天 仍然不断的在试探我们 他今天也不会停止 明天也不会停止 一直到主来的日子 他都要不断的试探我们 但是我们彼此勉励 撒旦试探我们 说神不在乎你 你自求多福吧 撒旦试探我们 神不如我来的实际 撒旦试探我们 神真的是可信的吗 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得胜 弟兄姊妹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要敬拜独一的真神 单要侍奉他 我们不要试探他 单要信靠他 我们彼此勉励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仰望 为了我们所过丰盛的生活 向你现场感谢 今天我们所处的地方 主啊 我们环视这个世界 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 流奶与蜜之地 还是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 知道说当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之后 撒旦并没有停止试探他们 主我们也承认 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的丰富 但是撒旦并没有停止来试探我们 他要我们不在乎你 他要我们自求多福 他要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不用你的方法 要我们怀疑你 要我们不信你 我们恳求主你兼顾我们的心智 我们真是愿意 真是愿意先求主你的国 你的义 真是愿意单单敬拜你 侍奉你 单单信靠你 求主你兼顾我们的心 这样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有何等的价值 我们今天的工作 我们今天的事业 我们今天的家庭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我们整个人的生命 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何等的价值 就不容许这世界 任何的试探来夺取来破坏 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 也叫我们因此得坚固 不怀疑你的好意 不怀疑你的良善 不怀疑你的能力 主帮助我们 也叫我们因着彼此的聚集 彼此的勉励 我们能够同心合一 主啊 将这救赎的恩典 来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 彼此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虽然我们软弱 但是你总是没有放弃我们 你总是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因着你的信实 我们愿意坚持的继续走下去 求祝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们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 欢迎我们中间第一次 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 朋友 如果今天是un第一次